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来到一座大门前 右边有颗光芝植物和壁画的地方 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任务的入口处 也就是第一颗宝石啦 这路上沿路都会有光芝植物 所以不用担心氧气的问题 也可以跟着光芝植物的方向前进 我们就到达第二个宝石的位置啦 进入动画 这里太恐怖了 被关押的明龙和深海巨物即将被释放 这也就是这次任务的所在难度 游泳的状态下面对明龙 好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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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着,看到正上方的入口开启后, 就往上游,这里呢,要小心一点,先等明龙离开后,我们再往上游,这里的空间比较狭窄,要很小心明龙。 到达这里后,就安全啦,刚刚那里就是最危险的地方,过了就轻松了,接着开启第三道门,也就是第三个宝石。 这只明龙的空间比较大,所以不容易被照到,可以安全地游过去,也别太着急。 最后一扇门开启之后,任务就完成啦。 接着,我们就赶紧返回船上,找向导先祖吧。 啊哈,你们都没有宝石吗? 我终于迎破手了,你不是嚣张你狠吗? 好! 好!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